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高啊 咋啦 没有爸妈的日子 不开心呢 我们俩本来挺开心 但是有你大个人 那不愧我和她好心情 把两个人的困扰 那三个人困到不好吗 是不是 看这个星星 子睿问 你把手放下来 好 不然我就告诉爸妈 你要敢告诉爸妈 我就把你的身份给吓死 也不要杀害他 不许告诉爸妈 听见没有 不行了 狗狗 快来救我 看你这么实实物的份上 我饶你虽然万一命 你没事吧 那个人真的好残忍 你来劲了是吧 林狗狗 你 别吓着他啊 是不是 你 自觉点 手搂上 高高 嗯 我能搂吗 别闹了就没聊了 来 我们一家三口 向着快乐和自由 出发 飞 飞 飞 听风雨 飞 在笑的轻松的日记 准备 准备要醒呢 就走啊 去把天涯 还给步伐 飞 过去山顶 我们都拼着一起 每一次呼吸的默契不用刻意 飞 飞 飞呀 拥抱着世界的美丽 喂 妙妙 妈监督一下你们两个浑水小魔王 看是不是把我房盖给掀了 哎呦 你放心吧 我又不是第一次带孩子了 啊 我肯定不给他乱吃东西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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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忙吧 你们忙吧 拜拜 我不行了 我玩不动了 老了 这一会儿工夫我这 浑身都酸疼 我累了 我带你玩 老板 您吃力吗 吃点筋吧 你是几号济湿啊 老板 你好 我是三十一号济湿 来来来 坐这儿 给我好好按按摩 老板 你要常来啊 那得看你按得好不好 办个会员 你先按着 你这人怎么老是给我推销这次要那个 我下次不来你们家了 你俩现在还挺缝纱的 你哥哥 你这话太伤人了 我生气了 我生气了 我跟你说 姐姐 你别生气 我好甩 我眼防雨的给 亲家 我的妈呀 你慢点慢点别蹭我衣服上了 你这嘴 对 看什么 早知道会这么开心 早点和你说了 该赖谁啊 不是还赖你吗 我敢 来 彩彩 你看 那一桌 听着我们的 这个母亲一定在说 看 这家三口 怎么这么幸福呀 你看看 年纪轻轻的 这么早就结了婚 整天围着孩子转 有什么好的 我才没那么傻呢 正是干事业的年龄 先得顾好自己 他们好像 在说你们俩傻 还要去抱脾气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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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报告 我 老婆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是不是 不懂这样 谢谢爸爸妈妈 放下工作来陪我 你够够 你 你个叛徒 你 你 你 不许欺负够够 来啦 来啦 来了 怎么突然发烧了 我们去医院吧 不不不不 去医院 我 没那么严重 去医院一折腾 反而严重了 嗯 你就 都在家陪陪我 歇一歇就行 嗯 好 都听你的 嗯 多少度了 嗯 不知道 哎呀 我不知道 我不是加这个温度器 我不知道给放了 嗯 还真挺烫的 嗯 小燕 要喝点水吗 嗯 嗯 对 可就好点了吗 嗯 身上还算疼吗 要不我们去医院吧 不用 哦 我睡一下我感觉好多了 嗯 没那么烫了 你怎么 不贴头了 那样测不是更准吗 嗯 喜欢这样 嗯 喜欢这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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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 我给你拿吃的去 军总 陪我 你生命的时候 就特别爱撒娇 你意识到了吗 嗯 关键是你要有意识 嗯 我还意识到了 你饿了 哎呀 我给你煮了粥 我现在拿给你啊 吃点东西咱们好得快 乖 嗯 等我啊 快点 走 走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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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呢 我身上是不是有汗味 确实有味 你嫌弃我 不过是很香的味道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怎么油嘴滑舌的 你是不是网上霸作文学看多了 我是说我饭的香味 你有些人损我 说明你现在好多了 我现在起来吃饭了 别躺着了 赶紧起来了 把粥喝了 你尝一下 看热不热 慢点 烫不烫 吃完之后你就睡一会儿 我会陪着你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转过去 转那边去 行 我不看 好 你怎么偷看呢 把手给我 我给你个东西 这是 这屋的钥匙啊 这个呢 是你这段时间 表现不错的奖励 我觉得 这个奖励 还不太够 我现在顺着变我 无彩无色的 我还有什么可奖励的呀 我还想 给你测体温 这就是 传说中的 逼动吗 继续啊 你这傻不傻呀 你怎么不多穿一点啊 好 好点吗 嗯 好多了 把早饭吃了吧 一会儿凉了 该上胃了 嗯 如果 不耽误你们的话 我想陪你一天 反正我也没事 这样我给做处理 你耽误倒是不耽误 我就怕你太累了嘛 能看着你 我是不会累的 你这是背着我 去什么土味情话 进修班 提高去了吧 这是真心话 我一秒看不到你 我觉得我就是感觉 自己去 打住 我带你去还不行吗 我带你去 但是请你务必维持住 你高冷男神的形象 我不想让晨晨看不起我啊 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嗯 奶茶 露串 走起 还去吗 我有点累了 工资不给我 你陪我吃个饭 辛苦了 谢谢 恭喜你今天拍摄准利 嗯 快吃啊 嗯 给你调一块肉 嗯 给你调一块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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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疼吗 没事 你快吃啊 要在谁喊我来着 我根本是饿过劲 是 你别管我 你吃你的 淼淼 我以前是没有机会 但我现在是不知道该不该问 什么呀 我和燕玉笛住在一起 你是不是介意啊 我要说不介意 那是假的 但是你不是说了吗 她是你妈妈派过来照顾你的 嗯 照理说吧 我确实应该谢谢人家 就 但是我就说不出口 女人真是太麻烦了 但是没事啊 真的 我真的没事 我跟你说 只要你好 我就好 嗯 嗯 好了 别想了 你今天也辛苦了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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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刚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拦着我呀 我本来有一套 慷慨激昂的说辞 我要劝说小琪的 都让你给破坏了 淼淼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如果是太严重了 我们一定会出手帮小琪 可他们已经和好了 我们也不适合太过插手 那 那我也不能眼中正正看着 小琪往火坑里跳吧 我跟你说 这事没完 没完 我说 你老闆 你老闆 你的终节目的是让小琪幸福 如果这一次正是李希舟 她有什么问题的话 而你强行干涉 拆散他们俩 是违背了你的初衷的 不是 你怎么就知道她是无心的呢 当然 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李希舟的性格 真的有缺陷 可他们现在刚刚和好 感情升温 如果外力干涉的话 反而会激发他们的逆反心理 让他们的关系更加地牢固 在心理学上称之为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哎 曼曼 这有点歪 这是她手机那个弧 你看她 是曲面屏幕 哎呀你别说了 你专业我会专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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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黑白的 有点太压抑了 但是没有彩千 彩色的应该更好 已经挺好的了 哎 先这样吧 爷爷还等 你看看行不行 呃 假如你是一个老人的话 你看这个你能看得懂吗 假如我老了 嗯 没有老伴你啊 不用等这些 你要是这样都活不到了 赶紧表态 哎 不许引经句点 说普通人的普通话 嗯 我觉得 已经很好了 非常直观 你这责编也太好说话了吧 这不用改什么吗 第一 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 第二 这套指南 能不能在老人病房普及开来 还是个问题 我没必要现在折腾你 你要是甲方爸爸就好了 甲方爸爸 我可做不了 但我敢肯定 是你孩子的爸爸 你这都是在哪儿学的呀 怎么说话流泪流泣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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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啊 可能是 被爱隐然了 自己启动了 你信不信 我让你恢复出场设置 好 你说 这个指南 除了王爷爷 其他别人还能用得上吗 会不会我们再做无缘过 好 好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需要 我们的努力 也不算百分 好 好